头戴压舌帽的黑衣男子下车后快速走到前方百万轿车旁 先是用铁翘猛砸车窗再从口袋拿出一把镇爆枪 对着汽车挡风玻璃连开好几枪 随后快速上车逃逸 警方随即封锁现场踩阵 百万轿车光是前后挡风玻璃就有十颗弹孔 轿车右侧车窗被砸破 现场还留有七颗塑胶弹丸 许信车主和爸妈赶到现场后一脸无奈 原来是感情纠纷惹祸上升 16号深夜新北市三重一出停车场 李姓女子告诉已经分手的男友怀乐对方的孩子 但许信的前男友怀疑小孩不是自己的要求验DNA 两人谈不拢女方向干哥哥诉苦告状 中性干哥哥一气之下 揪人持正报枪及铁翘开枪并砸车 最后被一毁损罪送办 将涉案的中性男子还有诚姓男子 逮捕道案 全案就依违反刑法 毁损罪 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认为干妹受委屈 要教训不负责任的前男友 开枪攻击还砸车泄愤 要替干妹妹出口气 反而让自己进了警局 记者张俊慧 陈廷如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